黄光玉刚出玉时雄心壮志 声称用未来18个月的时间 使企业恢复原有的市场地位 现实是18个月时间 国美股价从两元跌到一毛 市值蒸发800亿元 现在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仿佛国美离职员工说的那样 黄光玉根本不是想象中 枭雄的样子 2021年2月18日 国美公司春节假期后上班的第一天 也是黄光玉正式获释后的第二天 大老板对高管们发表演讲 宣称力争用未来18个月的时间 使企业恢复原有的市场地位 据一位离职员工向中国企业家透露 当时只讲了目标 具体怎么做 没说 大家谁也不知道 黄光玉是2008年11月被控制 因行贿 内幕交易 非法经营被判14年 正式获释时 时光已经飞奔了13年 这13年时间 中国商界的主题 已经从昔日的国美苏宁争霸 历经过淘宝逆袭去 凡客圣机作死 千团团购混战 唯品拔地而起 小米开谈做法 淘宝如日中天 VIPO低调前行 滴滴快递合并 美团饿了谋外卖 腾讯王者荣耀 多多拼团齐席 头条三分天下 京东奇案迭起 虚拟货币横行 抖音制霸全球 中美京科决裂 中国脱墟巷巷等一系列 热热闹闹的大戏 当黄光玉 当黄光玉再重新回到江湖时 一片雾是人非 黄光玉入狱前 国美是中国家电市占第一 出狱后 京东占32.5% 苏宁占16.3% 天猫占14.8% 排名第四的国美 仅占5% 不到京东得6分之一 黄老板为了翻身 一共打出了三张牌 分别是真快乐 打扮家 折上折 真快乐说人话就是 国美几万名员工建设群 覆盖周边几公里 几千家实体店都放APP里 让用户在APP里挑货 可以跟员工在线沟通 后面又补充了社群加直播模式 打扮家属于互联网加装平台 2015年创立 2020年被国美买走 折上折 宣称是构建一个能集货客营销资讯 打折发券为一体的开放平台 说人话就是 零打折券的地方 三个项目 两年时间 全做垮了 黄光玉做这些项目 是为了快速上市 为此请来过百度的向海龙 复兴的梁建峰 乐视的梁军 他希望这些行业资深人士 能帮自己融到资 但没听说哪家成功融到 除了家电 还想搞电动车和元宇宙 但全部半途而废 仔细看黄光玉出狱后的脉络 基本都是一者 起项目融资 做大流量 上市的打法 但是13年过去了 见惯了市场风浪的资本市场 看着他起的那些项目盘 眼睛都不眨一下 就能迅速算出其流水和利润 2021财报会上 国美零售方威说 尽力在天价广告投入上 真快乐月活4200万 2021年 国美广告费达到了9.62亿元 我清晰的记得 大概在2014年左右 京东的拉新成本就高达200元一个人 到2020年时 阿里巴巴的货客成本高达929元 拼多多高达203元 B站高达391元 国美没有公布过他们真快乐的货客成本 但这样一家没有任何互联网基础的公司 其货客成本不可想象 黄光玉1987年开始在北京做电器生意 用的就是玻璃多销 爆流量的期盘打法 最火的时候 开店5分钟内 顾客能击倒玻璃门 人们踩着满地玻璃扎扫货 将商场一扫而空 国美在利用良好的销售量 跟商家谈条件 从商家那赚钱 其实本质上跟其他杀毒软件收费时 360宣布免费 一取入住要费用 淘宝宣布免费 一个道理 现在这种打法 莫说大商家那里已经不怎么用了 就是淘宝细分类目里的浙江台州 嘉兴商家都用的滚瓜烂熟 都是亏钱拉爆款 用自然流量带动全店的打法 打到广东去商家挖挖角 互联网各个赛道早就拥挤不堪 每个细分赛道形成稳定头部后 后面的根本插不上脚 黄光玉这样离开战场13年的老派商人 不可能杀得进去 好比黄光玉曾经是个武林前辈 一套八卦掌打遍京城无敌手 但他进去13年 八卦掌早传的满武林都会 京城各门派林立 各个都有绝活 那套八卦掌早就没什么实战能力了 中国企业家这样描述 国美员工对黄光玉的失望之情 不少员工都没有跟黄光玉共事过 他没有回来之前 一直觉得挺传奇的 跟他开了一次会 结果他在会上一边打游戏 一边看股票 开会时还让小孩跟狗满场跑 开会途中 还有人来喊黄光玉回去吃饭 根本不是想象中 枭雄的样子 前国美员工夏明说 黄光玉的口头禅士 别耽误我赚钱 对于各个项目 动不动就要求 年销售额千亿 也有离职员工说 黄光玉偶尔爆粗口 一位高管想离职时 他居然说 如果你敢走就弄死你 我相信这都是真实的黄光玉 我们看到自传书籍或者杂志里的企业家 都是经过精心包装和粉饰过的形象 真实的个人都是凡人 都有各种小毛病 也爱吹牛 自尊心一膨胀也杀不住 还经常反复讲重复的段子和口头禅 亲近他们的人 烦都烦死了 而他们通常被粉饰成 有远见隐忍 充满哲学思考 高瞻远瞩 坚毅 沉着的高端形象 其实爱恨贪颠吃 烟酒堵色气 一个都逃不掉 都是时代的幸运儿 而每一个时代 都有当前时代不同的幸运儿 谁要是错过那个时代 千方百计都爬不起来 在挣扎了两年后 黄光玉终于放弃了 2021年12月 黄光玉以每股0.67港元 减持1000万股 开启了他的任命之路 之后到2022年9月 累计卖出45亿股 共套现了5.48亿港元 从2021年7月开始 国美在线向海龙 国美电器 张德聚和王威 国美零售 王骏周 打扮家创始人崔健 真快乐丁威 国美投资 何阳青等 也都陆续离开了国美 2022年国美中报显示 国美总负债 585.67亿元 公司现金及等价物 仅24.09亿元 同期现金流 仅0.55亿元 需要在一年内 偿还的银行借款 和其他借款 有229亿元 黄光玉刚出玉石 雄心壮志 声称用未来18个月的时间 使企业恢复原有的市场地位 现实是18个月时间 国美股价 从2元跌到1毛 市值蒸发800亿元 现在连工资 都发不出来了 仿佛国美离职员工 说的那样 黄光玉 根本不是想象中 枭雄的样子 现实中 被高高抛上巅峰的人 是被时代意外选中的人 运气成分十分高 是当时代积蓄到一定能量时 喷波而出的力量 刚好由某一个人来体现 他个人能力有吗 当然有 但处于他这一档 这个水平的 其实也有几千几百 但时代只会挑中三五个人 来转达时代的力量 在我成长过程中 我见过不少同龄人 写文章比我X的多 但最后他们都岌岌无名 有的成了公务员 有的成了教师 有的成了工程师 大都放下了写作 努力挣钱养家 那我就真的实力 远胜于他们吗 不是的 是我运气好 这当中有非常强的运气成分 不小心踩到了几个节点 论真实协作水平 同龄人强者随便另一个出来 都至少能跟我打个五五开 不少人还远胜于我 像黄光玉这样不服气 觉得自己本领在手 还非要争个高低 时代就让他服气 开公司的到达巅峰后 一旦倒下去 极少极少能站起来的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 只有史玉柱和孙洪斌 重新起来过 而史玉柱因为靠脑白金重启 一直被视为旁门左道 挨骂挨到现在 孙洪斌则递到地产界谷底 至今还在杜劫 我二十多岁时 反复看于世伟的管理培训视频 读道胜和服的经营之道 时常震惊的一愣一愣的 感慨这些人 已经超脱了凡人的境界 但历经事事多了后 就发现当时带有迷信色彩 看成功人士 是不对的 他们的一些想法和意见 可以保持谦虚的心态听一听 在日常工作中 灵活的吸收部分有用的知识点 但绝大部分 其实你既用不上 更不能生搬硬套 去处理实际情况 只能作为一种 参考类资料做辅助 真正的经营手段 还是得在生活工作中 用血和汗去体会领悟 道胜和服起家时 日本经济蓬勃向上 如果换到现在这种环境 整个日本都在走下铺路 它能取得当年一样的成就 我是绝不相信的 时玉柱能靠脑白金重启 是因为当年那批老人的心智 能接受这种事物 现在这部分人群 大都不在了 任谁都不能再复制一次 决定事物起伏的是 历史大潮 不是什么经营之道 经营之道没有那么神奇 大多数企业家 是可以领悟出来的 也是被成功学和广告学 恶意拔高的 我从2006年开始做服装 这些年亲身经历了 中国审美的巨大变化 以前阿一连开的满大街都是 大家以蕾丝为美 现在回头看 是不是土的吊炸 看看李宇春刚出道时 是什么装扮 现在是什么装扮 大家回头看看自己 十年前的照片 是不是感觉从衣着到发型 完全变了一个人 中国经济这些年变化的太快 社会认知也变得飞快 时代浪潮不断地拍打上岸 没有人可以反复接到浪头 其实我写这篇文章 并不是针对黄光玉 我是想说 大部分人要顺着时代潮流 顺势而为 要一步一个脚印 踏踏实实做人 世上大部分人 可以凭着对社会规律的熟悉 和生活经验的累积 再靠着勤奋和人脉 摸索出致富门道 但到了一年小几百万收入 几乎就到头了 其实能到一年大几十万收入 就是普通人一生的重点 能超过这个数 一般还得加上机缘和运气 但一定要清醒 运气远大于个人能力 知名企业家的个人能力是有的 但千万不要迷信他们 他们也是凡人 跟你一样的凡人 爱恨贪颠吃 烟酒堵塞气 一个都逃不掉 不要迷信别人 要相信自己 去总结人生的经验 领悟生活的要诀 不要在弱者面前装 也不要在强者面前露窃 要懂得用动态的眼光看事物 不迷信任何人 但会吸收别人的优点 一直要保持以不卑不亢的态度 面对这段艰难的人生 因为你明白 这世上从来没有枭雄 只有历史大潮 拍起来的浪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